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拍了到女人的殿堂 夏良哥 是 我說你們男人啊 出來外面的時候西裝鼻挺 帥得要命 結果家裡亂得要死 衣櫥亂塞這是誰啊 你不能這樣講啊 佛藥金裝 人藥衣裝嘛 不打扮怎麼消得出去呢 但是猴子穿衣服他還不會變人啊 你指的不會是他們三位吧 我有點害怕了都 那我再問你 如果男人在外頭莊廓請客 回家再跟女人借錢 這算什麼 這算不算很會做表面公司 這你們還不懂意思嗎 對不對 他意思就叫你們當場 就把他付掉了 這個才是十大體的女人 沒錯 我是啊 妳都是這樣子 對啊 李懿 Good job 好不好 這個就是雙方要配合的嘛 但是我剛剛說我付錢的不是小易 小易不會讓我付錢 那今天要聊什麼呢 來聊我們另外一半 愛做表面功夫 會讓你又氣又好笑嗎 首先歡迎我們就是佛要精裝 仁要衣裝 裝得非常好的 我們演藝圈的三位女人團 歡迎 嗨 真好 我們馬上要來介紹啦 穿什麼都好看 我們聯合國喜男 愛情裡手中真誠 偏偏有人愛做表面功夫 太接舊抱怨女人 順利也行頭決定一切 馬丁則愛屋即屋 對老婆的朋友做表面功夫 結果 試得其百 到底表面該怎麼做 才能恰到好處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 請問問一下女人團們 你們有沒有碰過 愛做表面功夫 讓你又氣又好笑的 另外一半 我覺得藝人有時候 某些藝人 他會很在乎觀眾 或一般路人對他的看法 誰不在乎 不是 他會很怕說 他是不是譬如說 像我老公走在路上 換作你們一個 你不認識的人走過來說 六月 你要去哪 然後你不認識他 你會怎麼樣 你會怎麼說 工作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次 參加那個同學會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會搖頭嗎 我老公不會 他會演下去 我跟你講 我好幾次跟他走在路上 人家就說 周平 然後我老公 我老公就說 這個會 這個真的常會 對 因為天天都會碰到這樣 對 他說 你怎麼來這邊 對啊 我帶我老婆來 上次那個 那個小梁哥 有沒有跟你聯絡 小梁哥 有啊 對 然後講了很久之後 離開之後說 那誰 我就跟我老公說 你認識 我老公說 他是誰啊 他說那你不認識 你怎麼可以跟他聊那麼久 他說沒有 我們的 對不對 我們的身分你不能讓 也許是我們 記憶力不好 真的忘了他了 可是他會主動來跟我們講話 打招呼 一定是他認識我們 我說問題是全台灣 誰不認識你 王周平 我跟你講 哪個不是表面功夫呢 是一道小三裝傻 他會跟人家聊 也是一種表面功夫 而且常常聊完 他都不知道對方是誰 但他還可以聊大概 是男生居多還是女生居多 都是男生 因為不會有女生 女生都大概都是阿嬤 年輕女生很少會找他聊天 你們倆會有碰到這樣的狀況嗎 當然啊 我前幾天 每天都會去 有些人會常說 我們在怎樣 你忘記了 我們有一次在哪裡碰面的 我們還在吃飯的 我們還聊很久 你忘記了 後來我說沒有 沒有忘記 可是我通常遇到的都不會講 我通常遇到的 他們都不會講是誰 他們就說 阿嬤 阿嬤 你們怎麼在這裡 我說 沒有啊 就逛街 然後就這樣 那行男們 現在因為我們節目越播越好 有碰過這樣的情況嗎 如果有些人 就是講得清楚 我是你的粉絲 OK 我知道 就是對粉絲的態度 但是就是我 本來就是說 因為我怕認錯人 就是有些人 欸 夢多 什麼的 心裡想說 完蛋 心裡想說 在哪裡 我通常遇到這種的人 我第一句話 唉呦 這句話 唉呦 唉呦 完了之後呢 所以下次 下次你碰到夢多 你說唉呦 你就知道他不認識 不要 我還在想 沒有 所以你們朋友下次碰到他 夢多一說唉呦 你就說 我是誰 就要問他 還講不出來 就完蛋了 可以解釋 這一部分 這是可能要 有一點算是你的問題 我覺得 唉呦 因為如果有人碰到你老公 就說 唉呦 好久不見你 應該是要幫他忙 唉呦 你好 我要幫他 請問你們怎麼認識 這是你的工作 你要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人跟你 有人跟中平哥說 啊怎麼樣 你要問說 你們在哪邊認識的 對 我什麼不認識你 你要不要幫我介紹一下 我就不會做表面功夫 不是不是 你不是表面 我常跟詠賢說 因為我們也是 因為天天碰到人 然後很多次你吃過一頓飯 或者工作一次 可是 我們接過多少活動 你不是天天碰到他 所以有時候會有人說 唉呦 唉呦 好久不見喔 上次那個活動 我就很尷尬 因為有時候聊了一分鐘 他說 你不認識我 後來就尷尬 那時候就真的 我就說 對不起我真的不記得 所以我常跟詠賢說 因為詠賢看得出來 我不認識 我說你一看到這種狀況 你就自己出來說 你好 我是詠賢 我是他太太 你叫什麼名字 就是你自我介紹 如果他說他叫什麼名字 你就會記起來他是誰嗎 不是啊 就是可是 你最起碼知道他的名字 對 名字 或者是你做什麼的 你知道你就主動 很快就先講 不是 因為我還不用講 我老公 譬如說他看到我老公說 唉呦 鍾萍那個 你阿姨最近好嗎 然後我老公就說 好好好 他說好久沒看到你 你那個電話留給我 然後我老公就會轉過來 跟我說 唉你電話留給他 都會這樣 所以永遠都是我的電話 留給別人耶 像我以前啊 就有一個是追求者 腳很癢嗎 對 有點癢 過敏 過敏季節 然後 然後那個 他就是那時候都會 約我出去吃飯 我覺得男生不知道為什麼 講話都有點碰轟的感覺 他都會一定會說 啊 我在做什麼 我現在 因為他我是演藝圈的嘛 他就會說 我跟你說 我很會寫劇本 我現在就是 我之後也想要當導演 然後我現在決定就是 我可能可以 一個月如果可以拍兩三支MV 然後接幾部戲 當攝影 或者是編劇的話 其實一個月可以賺十幾萬 不錯啊 對 重點是 有沒有是一個問題嘛 那我想說 在這樣收入不錯 是收入穩定 就打個勾 然後過沒多久 就會問他說 第二個月 有多少個勾勾要打 沒有 就是 就是 要交往對象 一定要知道他的就是 狀況是怎麼樣嘛 那他就會直接這樣說 可是可能兩個月之後 就會說 那你最近在幹嘛 拍了什麼 他就會說 喔 我跟你講 最近就是淡季 沒什麼要拍MV 所以我現在在寫劇本 我現在寫劇本 要賣到大陸去 現在賣到大陸去 那個收入不錯 一樣可以賺很多錢 我說喔 那還不錯 然後可能第三個月 他就會 他的手是不是有刺青 沒有沒有 因為有一個男生跟我講話 怕也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嗎 真的假的 沒有 他其實是我們一個男生 然後最後就有三個月過後 就看他劇本寫得怎麼樣 他說劇本快寫好 不過現在大陸不出資了 我說蛤 為什麼東西都變來變去 但是這樣聽下來 就代表他已經四個月 三四個月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不過他很會說 很會說吧 是你很好騙吧 差不多 什麼說 因為他其實第一次跟你講話的時候 就有語病了 你再講一次他第一次怎麼跟你說 如果 他說我現在是希望可以拍MV 如果可以的話 我可以一個月拍個兩三支MV 如果還可以寫一些劇本的話 我一個月的收入可以十幾萬 如果可以嗎 代表他沒有確定啊 對啊 你傻傻的 對啊 他其實沒有騙你 因為他真的他說如果可以 那就是不可以啊 但是那為什麼你們要這樣講 因為我有時候不太懂男生見面 第一句話要講 不是啊 你剛剛現在講 為什麼我們在講 那為什麼你沒有發現 你就是你笨啊 那為什麼你不要講話呢 為什麼話不好好說 講話應該要講實話啊 不是 到底人家要說什麼 你才會相信他是假的呢 你真的控制 如果他說要找你拍寫真集 你會相信嗎 我沒有人相信 是不是 我沒有人相信啊 我說他還不錯好不好 其實如果他沒有講假話 他說如果可以 對 如果可以 他沒有講假話 他是講實話啊 如果可以 但就是不可以啊 可是這就是很表面啊 為什麼你要裝一個這樣子的 可是他沒有裝啊 他怎麼回答你 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現在要寫劇本 然後拍影片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輸了 拜拜 光說我們男生 女生才愛做表面功夫 對 對 對 女生沒有吧 我以為你們人多勢重喔 你們的華裝 你們的膚裝 你們的包包 突破的時候 那不就是你們愛看 對 我們根本不在乎 我們根本不管 那你們也表面 大家都不要穿衣服啊 大家都坐觀光 對 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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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也不准啊 因為女人才真的愛 那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大家都叫她做 香香公主 為什麼 香香的啊 因為香香公主 因為她在外面都打扮得 都很漂亮 然後都很香 對 所以香香公主嘛 那有一次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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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重點了 那有一次我們就是 我們要一起出去 那我們先到她家 就是等她化完妝啊 然後就是要一起走嘛 那我們先去她家裡 然後在家裡等她 然後看到她在化妝的時候 然後就是那個眼睛滑錯 就用那個棉花棒 吐口水 然後把那個滑掉 然後一樣 她家裡有養一隻狗狗 然後那個狗狗 又在她的沙發上尿尿 然後那個你應該要 有用什麼毛巾啊 或四肢巾啊 馬上去擦 或什麼去擦的 對啊 她就用衛生紙一樣 吐口水 然後 然後我們 因為我看到這個 因為是香香公主嘛 所以我就是 我問我朋友 她怎麼這樣子啊 她不是香香公主嗎 然後她就說 等一下她要追頭髮 你就知道 會很臭 因為她 她的頭髮是很乾的 所以她不去洗 她去弄頭髮 弄一個髮型 然後三天都沒有換 因為她不會去洗 所以 追頭髮的時候 全個那個味道 好重 好重 那她就不香啊 你們怎麼會叫她 香香公主 沒有 出軍的時候 她很香 因為 因為特性香水啊 現在是每天洗喔 孕婦要每天洗 對 而且香香公主 是誰幫她取的 大家都教她 因為她 那就你們男生見 因為香嘛 很多香水啊 她應該是用香水洗頭的吧 頭髮味道 因為她很臭 所以她就一直噴 重點 那不是女生自己說自己是香香公主 是你們男生愛叫啊 這是一個綽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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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禮貌 沒有 這不是禮貌 你們想太多 我跟你講 女生化妝是OK的 這是應該的 對不對 不要化妝 好像是快變成不同的人 對不對 這是她的意思 像我曾經過 有找過一個女朋友 她化妝非常非常地漂亮 你去哪裡看到她 你會覺得 哇 這個女生真的很棒 那睡她家 有一天 我們去 我們去出喝酒 你又去睡人家家 女朋友不能睡 不能睡我女朋友家嗎 這個不是朋友喔 是女朋友 女朋友 然後睡 我們去不去喝酒 喝完酒 我們就去她家 但是她懶得卸妝 對 沒關係 然後我們就睡一下 早上我醒來 然後去廁所 去刷牙 然後看鏡子 為什麼我臉上 就捏她的那個眼睫毛 你的臉上 我貼在我的臉上喔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這不是很髒嗎 超級髒耶 她會不會是故意要捉弄你啊 不是 不可能是這樣子 因為她滿的卸妝 我覺得一定是喝醉了 喝醉了沒卸妝 為什麼 我在外面可以 就是搭配這麼漂亮 回家 應該要先卸妝 不要睡覺呢 枕頭上都是你的眼睫毛 我跟你講你不能怪她 因為你頭這麼光 假睫毛黏在上面很好保存 沒有很久 我有一個男生朋友 他之前有追一個女生 那個女的 在外面真的是還滿漂亮的 然後那個男的就是追得很久 結果在一起之後 那個男的 因為沒有去那個女生的家 然後第一次跟那個女生回家的時候 然後他們開門的時候 那男的就嚇死了 然後就進去說 他說 就是有一個味道 在那個女生的房間裡面 有一個味道 然後是什麼味道呢 屍體的味道 屍體 屍體的味道 屍體啊 怎麼會呢 屍體是什麼樣的味道 女生這麼漂亮 會不會殺人 那男的就是嚇死了 她就是聞聞看到什麼 看到那個管子裡面有番茄 然後那個番茄 什麼 番茄 番茄還有其他的蔬菜 已經放了不知道多久 好像是放了好久 然後發美 就爛掉了一些食物 就爛掉了 那個番茄已經變白了 還有其他都變白了 然後那男的說 拜託 為什麼不會丟垃圾呢 她怎麼回答 那女的 她說 幹嘛丟垃圾 我很喜歡這個味道好不好 她喜歡那個味道 這是一種強調症吧 這是一種病 這是一種病 很多女生是這樣子 很多女生 每十個都這樣嗎 對啊 我們就不是啊 不可以以偏戴權 對 女生都還是蠻愛乾淨的 這不是乾淨的問題 這是說表面上人不一樣 就像很多說的 很多女生都是在化妝 然後表面 因為現在又是一個 社交媒體的文化 我們天天都在拍照 所以這些女生在外面 全部每天都在拍照 你看她的面相 就是永遠從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她都在擠乳溝 放Sanel的包包 有那個角度 那個美拍 皮膚都是好的 男生喜歡啊 沒有愛乾淨 沒有愛乾淨 我給我講 你只要看到裸露一點的女生 她下面的贊數一定是多到半 對啊 所以很多這些女生 你們男生為什麼要愛讚呢 可是 可是你是不是很氣 你的問題是反過來的 我沒有很氣 你知道我有實力 我們按讚是因為你PO了 不是我們先按讚 那你們不愛讚 如果你們之後都不按讚 她就久而久之沒有人按讚 她就不會想PO這些 而且我有些女生是30個讚的 30個讚她也PO 有些是3萬個讚也有 你講那個有些女生 大概就是我們女生的1%或2%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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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問一下 家婦女還是蠻多的 夢多跟凱傑 為什麼會有 idea 就是每天PO你們 穿很少的照片 對啊 你們是不是要賺戰術 一個 我拍那個樓照 或者是內褲 本來是我的工作 平面模特的工作 那為什麼要電押心魔理 工作 為什麼要放在臉書上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會死嗎 分享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 我工作是教練 打拳的教練 那如果一個教練身體不好的話 哪有說服力啊 好 換我 換我 所以他是為了工作 也是因為工作啊 我們是拍那個 我拍那個內褲的那個品牌啊 所以我放上去 所以其實其他人可以看到 就覺得OK 他是這個形式他們喜歡 想要用嘛 你在賣內褲 然後那個也是 工作的那個 相簿啊 所以現在大家都是會把FB 當成我們工作之後 然後再PO上去 不是那個是分支團 不是我個人的分支業 哦 所以不可以嗎 他們在講是說 他們是為了工作 可是這些很多女生是為了一個 他要表現一個假的形象 就是為了要算那個暗戰術而已啊 對 而且通常 而且通常臉書上 看到你是看到2D的 你看到本人都差很多耶 所以現在 是不是有越來越多人都愛做表面功夫 是啊一定的 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啊 有 女生比較多 女生比較多 男生比較多 我覺得男生 因為像我的partner啊 就是那個高高的200公分 那妳的那個曖昧對象嘛對不對 他都會說他是運動員 運動員他體力很好啊 什麼什麼 但我們出外景喔 我們一群幾乎都是女孩子 可能五六個人 有一次我們常常出外景 可能爬山啊 走遠路啊 然後第一個喊累的一定是他 然後都是這樣 哦好累喔 我痛風發作了啦 哦好累喔 但是 其他不做事的時候都會說 沒關係我體力很好 我們運動員喔 就是怎麼樣速度很快 然後那體力很好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但是真的要做的時候 這裡痛那裡也痛 阿諾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就是可憐他一下 因為他現在是個胖子 真的沒有辦法 而且他話中有話 他是希望你離開 他跟151還有事要做 你現在不懂他的意思嗎 我真的不懂耶 是真的是這樣嗎 應該是 如果你剩他跟151 你看他會不會還累 他搞不好就背著151 往前衝 欸你說真的 因為他每一次啊 任何的怎麼樣 他製作人只要說 欸你扛一下阿諾 他就會說 不要啦我肩膀很痛喔 昨天這邊扭到 然後每次有黎念君的說 他都可以把他這樣 整個扛到這邊來 然後站在上面都沒有問題耶 那這就是你的問題了 這就是男生 那這樣男生這樣子看看 狀況也算表面功夫吧 所以沒有啦 所以阿諾 確實哈孝遠是會做表面功夫 但只對你 像我們剛剛提到Facebook對不對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會 她會 她的照片會哭唇 你懂我的意思嗎 會去拍一些照片 然後 因為她 我這麼會知道這件事情是因為 她最近有去動一個小刀 然後她拍一些照片 她很臉很正常的樣子 然後我說 你這麼回復這麼快 然後她就說 沒有啊 那些照片我不可能就是 我不可能就是剖那些 我當然有哭唇 你懂我的意思嗎 哭唇 她先存了一些 她還沒去動手術之前的照片 之前我也看過一個女生是這樣 她發的照片 永遠都是在一些度假的resort 或是游泳池旁邊 可是事實上 她可能兩年前去的 她一直拿到現在還在游泳池 她拍兩百種 然後慢慢PO 她就是各式各樣的照片 但是就是慢慢PO 而且另外一種是那種 就是說自己很愛去衝浪 然後就是 海邊 就很愛海邊啊 然後到海邊的時候 都會在那邊抱怨說 湯好大喔 然後說 真的在那邊躲起來 然後完全不下水 然後在那邊擺一個 然後自拍 有沒有 你們為什麼去哪裡 認識這些表裡不一的女生 真的 我覺得有的女生 因為Facebook一大堆啊 只是你剛好沒遇到而已 對啊 真的 別人家的 我之前是一個女生 她跟我說她床上非常厲害 她讓每一個男生都可以上天堂 這樣子 都可以升天的意思嗎 都可以升天的意思 對 就女版的夢多 然後我想說 怎麼可能 怎麼會有一個女生敢說這種話 真的很隨便的感覺 對啊很少女生會這樣說 她應該不是台灣人吧 台灣女生 她 她 我覺得 我去世不應該 但是 但是這樣子有激起你的鬥志嗎 就想要試試看 我覺得我不去世 她真的那麼好 我會後悔 我會一直一輩子會覺得 我沒有錯過 確實在最厲害的一個人 對 那是你男人的責任 一定要去測一下 一定要去測一下 你一定要 如果她那麼好 她那麼好 一定要試一試 對 我一定要理她 你不能上天堂 對 女生的技巧可以到哪裡 我以後也可以教其他的女生 也可以跟男生分享 但是結果呢 根本沒有啊 就是很 根本沒有到一半 大概三四分 可是少俠你也常常 每次都說你服務相當好 你技術非常好啊 我等一下私底下給你一些電話號碼 你打電話去問好不好 記了 記了 你們三位 不要 我們現在就call out 下一集做一個call out 直接問一下 誒 說不定我們可以為了這個 幫你做一集的專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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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幾任全部找過來吧 對 我以前有碰過一個男生 然後我們 因為我常去一些公益團體嘛 幫忙 然後他就知道 他就說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嗎 然後 我也很喜歡 就是幫助一些小朋友 然後我們當然就很高興 他就去了 他就扮小丑 然後最後你知道 我看見了 因為小朋友一看到小丑 有些小朋友比較皮嘛 會踢 會踢啊 會怎樣 然後他就這樣 在我們面前就說 不要這樣子喔 我是聖誕老人 咕咕咕 這樣子 好像很可愛對不對 我們所有人不在 我那時候在他後面看他 因為我在觀察這個人 然後他就蹲下去 跟那小朋友說 你在踢我 小心我殺了你 然後整個小時 這個人怎麼 兩個表面 雙面人 對 但是我們如果有人在旁邊 他就這樣 沒事沒事 然後我媽媽說不能這樣 他就抱起來說 小事小事 然後 我覺得這應該開玩笑的 那是因為你沒辦過小丑 所以你也做過這種事 沒有做過事情 我三四年前有一次我就 萬聖節我就辦小丑 我也不知道 我沒辦過小丑 然後我一辦小丑 然後我們就去那個藥糖果 去一個training 我就帶我兒子去一個 山上的一個社區 比較美式的就可以藥糖果 然後我一到 就全部小朋友都來了 欸 是小丑 小丑 然後就開始打我 開始踢我 你知道 因為我沒有辦過說 我不知道會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每一個小朋友都會過來 打一下 踢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對小丑這樣子 然後那一整個晚上 我帶著我的兒子 我也不是這個領隊 我就是帶了一群小朋友 然後小朋友就一直打我 一直踢我 然後有些在旁邊 一直笑 一直笑 然後你說那種四五歲的就還好 最討厭的是他十一 十二 十三歲 因為他們打了 他們踢真的很用力 一起很用力 然後就聽到他們在後面說 欸 我們去踢小丑 我們去踢小丑 就四五過來 真的就全力這樣踢我 你知道嗎 然後我真的 我一直在忍 一直在忍 因為很多家長也知道我是誰 所以我就沒有 我就沒有動手 我也沒有講什麼話 後來我們就走到他兩個鐘頭後 真的 我一直在跟他開玩笑 我說不要踢小丑喔 不要踢小丑喔 我心裡的話是 你再踢我就揍死你 然後我說你不要踢我 不要踢我 然後他們過來說 踢一下打一下 然後會說弟弟 你不要踢我 真的你不要踢我 那個叔叔會生氣的 然後你知道踢到兩個鐘頭 真的有個小孩 他十三十四歲 已經很大 已經差不多一百六十五公分了 我終身了 他過來他就說 踢我的屁股 好用力 然後他就跑 他就跑 然後你知道我就 就追 我就追 你就看到在社區 一個人在追 一個人在追 一個小海盜 然後一個小丑在追 然後我就抓了他 你知道嗎 我抓了他 我已經要大罵了 然後詠賢從後面抓我 直接抓我 詠賢就罵他說 不要再踢小丑囉 你知道嗎 他給我一個台階下 我已經快要走 所以其實最累的是詠賢 他都在前面跑 他在後面吹 那不表示他是一個不好的人 他真的已經忍不住了 你一直被打 一直被踢 可是他們已經知道 要去公益團體 要做這件事情 他還說我很喜歡小黑 他有可能是喜歡小孩 他不喜歡打人的小孩 他不喜歡小孩打他 一直踢他 但是我們去的 真的沒有到十三十四歲 我們都是小朋友五六歲 那打了也不痛不癢吧 而且最後還是要忍一下 因為你畢竟還在右院 對 我們是公 其實那有些男人 就是這麼怕 從今天開始 大家去公益活動 全部都辦安娜貝爾 嚇死 真的會忍不住了 你知道嗎 可是我真的看過女孩子 就是一樣去關懷小朋友 然後她一開始也說 我超喜歡小朋友 我也要參加你們的活動 她一開始就裝著 小朋友大家好 然後弄一弄 就到了餵小朋友吃飯的時候 你知道那小朋友 不知道會打翻的東西 弄到她身上 結果她就出現了一個這樣的表情 唉唷 就直接這樣子 我想說奇怪 你不是對小孩子 很有愛心很有耐心的嗎 只不過低到東西 那我不會是單純是因為衣服弄髒 但她不是氣在小朋友身上 可是她是弄髒 可是那個表情啦 然後對小朋友 我覺得她露出那種厭惡的表情 就讓我覺得 真正的 但是如果今天小朋友 你們開車 然後小朋友拿東西刮你們的 那我就讓她上天堂了 那就一樣的意思 為什麼她不能有鮮舞的表情 你就要讓她上天堂 不能這樣講喔 阿里 是不是 我要講我們男生的壞事情 好 盡量說 那就不要講了 要不要換一下 我們先換一下好不好 那個男生表面功夫 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跟我另外一個朋友 接小孩子 他接小孩子 然後他在路上推小孩子 因為女生看到男人推小孩子 覺得很可愛 然後他覺得這樣子可以拔妹 可以拔妹 對 然後他推小孩子說 好可愛 什麼什麼 跟他講話就是 感覺是他爸爸 然後有一些女生跑過來說 是他爸爸嗎 小孩子怎麼那麼可愛 他說不是 我不是他爸爸 我是他爸爸的好朋友 就是今天帶他過來 就是他爸爸沒有空 我覺得小孩子很可愛 這樣子男生也會就是 說表面功夫女生 對啊 就可以拔妹 然後就可以拔妹 把小朋友當一個工具 不然就帶小狗啊 男生都這樣啊 對啦 我覺得帶狗比較 遛狗啊 不然就遛狗 遛狗比較好用 遛狗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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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比較多的那個 外國男生都會遛那個 黃金獵犬 或者是拉不拉多 在公園的時候 對 就牽死去跟別的女生搭訕 前面背一個小孩 然後拉一隻黃金獵犬 哇 無敵 那接下來我們就知道 男生如果會做表面功夫的 是不是從他的交際應酬 我們就可以觀察得出來 對 我講一個例子 我就講我老公好了 比如說我們去聚會的時候 那因為我老公他人 雖然是滿和善的 又安靜 客客氣氣的 對 然後很謙遜有理這樣 可是他回去的時候 會跟我講說 欸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 今天我們在吃飯的時候啊 阿布啊 要付帳的時候 阿布就去上廁所 我說欸 對 好像有耶 然後後來下次又去聚會的時候 他想說 欸 你有沒有發現艾力克斯啊 每次要付帳的時候 他就假裝喝醉酒 我說欸 對 好像有耶 他發現的事情 都是我沒有發現的 然後他就 久了就每個都被他講過 你知道嗎 然後下次如果大家 又出來聚會的時候 又要拿錢買 要先付錢的時候 他說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先付 我說不要 萬一等一下艾力克斯又裝醉 然後阿布又 又假裝去上廁所 那怎麼辦 他說沒關係沒關係 大家都好朋友 我說你很沒原則啊 對啊 在我面前的時候 如果就跟我講 然後我就聽得很認真 下次看到你們兩個 我就覺得怪怪 我也有聽過男生抱怨 比如說我們兩個現在出去 然後小楊哥就跟我說 欸 每次阿布來 都帶四個女生 然後要付錢的時候 他就終於 付一個人 又不講話 然後艾力克斯也是一樣 然後什麼 就是每一次可能 都會講這幾個人 怎麼帶了女生來 又不付錢 可是每一次 他就會找艾力克斯跟阿布出去 然後我就覺得 你為什麼每一次 都要抱怨同樣的事情 但是你還是要走這兩個人出去 我覺得這個還不算什麼 為了不想付錢脫褲子 有的人還為了想要脫褲子 裝醉 也有這種人 就是為了裝醉還脫褲子 裝醉了 還脫褲子 你說慢的嗎 結果他根本沒醉 我是真的醉 我真的醉嗎 我是真的醉脫褲子 你那次太誇張了 我跟你們 我還不想講你的名字 你幹嘛都記了 你說我 但是你不覺得這種男生也很奇怪嗎 很多 而且比如說像阿力克斯講的 在那個KTV常見啊 對啊 你明明知道他前一秒鐘 他都還是醒著的 醒的啊 有那種秒睡的啊 對 一知道要付帳的時候 整個人就 他突然 服務生那樣 而且還會演 還會演 還會演 剛剛想看他演的時候 就真的瘋了 真的就會 因為我老公也是一個 超愛搶付帳的 而且我真的搞不懂 有時候才吃到第三道菜 他就付帳了 他永遠就是很怕 別人會先買單 譬如說十道菜 我們就覺得好歹 第九道 第十道 水果我們再付 可是到大概第四 第五道 他就跟我說 我先去付錢 我就跟他說 可是怎麼每次都你付錢啊 他說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然後接著我就說好吧 他就跟我說 你錢包給我 我想說 我錢包為什麼要給你 他說因為我錢都放在你那 我說那就等於是我付錢 對不對 所以他每次都要搶付錢 而且都是拿著我的錢包去付錢 可是你們的錢應該是 就是互相的啊 你的錢就是他的錢 他的錢就是你的錢啊 他的意思不是 怎麼會呢 我的錢還是我的錢 他的錢還是我的錢啊 那就對了 那他付錢一定用你的錢啊 因為怎麼會都是你的錢啊 可是我覺得你如果要裝闊 你如果要做表面功夫 那你自己就要想辦法啊 可是他賺的錢就在你身上啊 他有私房錢啊 有 但是他放在衣� 被你收出來了 對啊 他怎麼可以讓你知道呢 那你自己就要想辦法 用你的私房錢付 你不能每次要付錢 然後拿我的包包去啊 但我想他還 而且你知道有些男生就是 他看到這一個人 每次吃飯他都會搶付錢 有些人他就會一直拖拖拖 拖到對不對 就等忠平哥去就對了 成習慣這樣子 對啊 反正他知道忠平哥最少第三道 第四道 第九道他一定會付的 我老公永遠都是中間 他就自己偷偷去付帖了 但這次浩然姐是可能是老公 或者是男朋友 但我有碰過男生的朋友 真的是有夠誇張 是那種 因為我們大家是出去吃飯 大家一起出來吃飯嘛 然後可能一起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說 這頓大家聊得很開心 我請客我請客 我就會說 好啊好啊 我想怎麼難得今天請客 大家請完了 比如說他其實喜歡浩然姐 他就大家都走了之後 他就把我拉住 那個 那個你內份可以給我嗎 我說 蛤 你剛剛不是要請客嗎 他說沒有啦 對 我覺得這種男生很多 那個 我是要請浩然姐而已 對 但是你們都在 我 大家女生都在 我不可能這樣嗎 我們大家好朋友一場 你的內份給我吧 謝謝 我想說天啊 男生怎麼這樣 而且這真的不是一次喔 每次去 如果有他喜歡的女生 他就會這樣 對 所以他會先買單 他會先買 然後才接妳要錢 他會說 我請客 今天我請客 我好奇的是 會不會現場四個女生 她是喜歡浩然姐嗎 她是喜歡浩然姐嗎 所以我跟我說 但他的現場 他現場所有人都請 就是不請我 因為他幫你當男生 是不是 但是他不可以在 他就不可以在面前 因為男生就很喜歡說 這頓我請 我請 來來來來 大家沒關係 大家盡量吃好盡量吃 然後去付錢了之後 有蠻多項的男生 有差你一個人嗎 我想問一下 男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 我覺得有一些人 真的愛慕虛榮 比如說 訂夜店包廂 感覺聽起來 他們會覺得 好像我可以在夜店訂個包廂 好像很屌 訂我的名字 我今天訂了一個包廂 都來玩 來玩就好了 結果隔了兩天之後 開始傳訊息說 那個可不可以補幾千塊給我 這樣子 再去跟人家要錢 我真的遇過這樣 當下很風光 我老婆的時候 我沒有一起去夜店 然後在夜店 就是有老婆的一個女生朋友 就是跟我聊天 然後我們就是聊了很久 然後很開心的 然後最後聊完 他也是說 真的很不錯啊馬丁 好像就是好男生的那種類型 就很不錯 我蠻喜歡的 然後後來 就是再過了幾天 我聽我老婆說 他那個朋友又跟我老婆說 你不要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他好像很不好 我就是隨便跟他聊一天 然後他就可以聊很多 然後好像就是 那種很合會把眉的那種人 不要跟他在一起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好朋友為了好朋友著想 對啊 你怎麼可以跟一個女生聊天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她在做調查 因為她的外形感啊 給人家感覺真的是像到處把眉的 而且你就算是好朋友 我覺得就要有一個適當的距離 和一個那種感覺 不然人家也會覺得 你對我這樣子 那你對我 你這樣子對我好朋友也是這樣子 那人家當然會誤會啊 不然人 老婆的朋友啊 那是我的朋友啊 他聊一聊啊 不是他們應該是第一次見面 你不能每個女生 都那麼能聊 對 比如說你要追的是你老婆 那你就要把重心 放在你老婆那邊 你不能跟他朋友也聊得那麼開心啊 沒有 他的意思說希望跟朋友聊 因為是你老婆的朋友啊 對啊 所以你想要 也要讓認識 也要給他一個很好的一個表現 那他們現在咧 他們現在比較沒有再聯絡 我之前有一個男生啦 他就追我的時候 他就會就是 男生嘛 就會想要耍浪漫 然後可能就會站在窗口啊 真的就是彈吉他唱歌 然後就會唱 那很好啊 沒有就然後 但是我有時候真的很受不了男生 我覺得 就是有點秀 站在窗口 他家在11樓耶 根本聽不到 我是真的聽不到他唱什麼 然後出去的時候 他就會問說什麼 我要逮捕你 因為你偷走了我的東西 反正就是這種很爛的哏 你知道嗎 但是重點 重點就是吵架的時候 他一樣也是站在我家門口 說 你出來 你出來 你出來跟我說清楚 你不出來 我就站在這邊等到你出來為止 結果我過沒多久去看他 不見了 然後 我就打給他說 你不是要站到我出來為止嗎 他說 我剛剛尿急 我去上廁所 那你是要出來嗎 我說我不要 結果再過一段時間我去看他 躲到車子上去休息了 但是他還是有站門口啊 他說 你不出來 我站在這邊 站到你出來為止 所以我覺得男生就是很喜歡 講這種很表面 然後好像很 他講完之後就覺得說 好冷喔 好冷 然後講到有尿急 你知道嗎 等一下 這段話就非常的表面 因為他就是炫耀文而已 沒有 他就是很虛假 我想說男生就是表面到很虛假 男生比較假 喜歡講這種東西 女生才不會講說 你是我的巧克力 你偷走我的事 沒有 那是因為那個角色不一樣 但是 不一定啊 女生也會講說 你每次都知道 你已經講了一百次了 可是也沒有真的到一百次啊 好 也是 女生比較誇張 但沒有男生那麼假 女生有時候太表面了 他們會看男生身上有多少錢 就是會願意去跟他們在一起啊 然後根本就是不是為了什麼愛 或是什麼事情 我有遇過就是這種女生 然後也是很直接跟我說 她要我當她的小三 因為她有一個男朋友 每個月就是給她錢 然後她就是 她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就每天會跟她聯絡啊 那你們後來在一起多久 轉向換誰 問你啊 不是題目是 我幫她講一下 大概兩個月而已 兩個月 兩個月把全部錢花完了是不是 對 夢多天花 可以啊 女生都壞 沒錯 對 男生才壞 男生才壞 因為女生對一些 譬如說你開了什麼車 帶了什麼錶 你住在哪裡 對 那個反應是很明顯的 可是為什麼你們都是注意那些 非常虛榮的 你知道很多人在酒店上班 你知道很多男生去夜店 會故意把 故意把車鑰匙擺出來 給女生看 因為女生會有反應 因為假如我們跟一個女生聊天 假如人家不認識我們的話 然後我們就跟她聊 她會 女生會問 特別是我覺得在亞洲的國家 在台灣 日本 香港 大陸 會比美國 我不知道歐洲會更明顯 聊天的時候她就會問你 譬如說你在出差 她會問你住哪一個飯店 那你說四季 她就有興趣 那個是禮貌性的問 我們會有來台灣 她的眼神的反應就不一樣 她看到你戴什麼錶 她會問你戴什麼錶 或者是你今天 你住哪裡 你在美國住哪裡 我住比佛麗山莊 跟我住在 I don't know 在芝加哥有不一樣 你看得出來她的眼神 然後看得出來她的反應 還有接下來她會對你做的事情 你只要講說你是開 譬如說你是開Ferrari 然後你住在Beverly Hills 你知道 女生就會靠越來越近了 那是一個很自然的 你不知道過男生 你不知道的 為什麼你們要去 喜歡這樣的女生呢 對啊 不是我喜歡這樣的女生 問題是 因為你喜歡女生注意你嘛 不是喜歡這樣子的女生 你就是 什麼樣的女生跟你聊天你都開心嗎 那就是你們的問題 而且要看場合 如果你沒有這種反應 我們就不需要對 沒有沒有我覺得是場合 我沒有反應我不會把鑰匙放出去 那就是一樣嘛 你們覺得女生有時候拍很裸露的照片 要騙戰術 也是因為男生的反應嘛 對啊 所以是互相的啊 我沒有說不是啊 但是 有一種人是讓人家非常生氣 是 就是在工作職場上面 對 他跟你表面上是好同事 但被我捅你的這種 好多次 氣死人的這種 對 超討厭 對對對 這樣的事情嗎 有 就是 比如說 我之前我很喜歡有一個 某一個演員 那就以前就是看到他覺得很欣賞他 演的戲啊 什麼都覺得很好看這樣子 後來有一次就跟他合作了 合作的時候 他就是對工作人員就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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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後來可是 我們有一場戲 那場戲可能挑戰性比較大 可能有內心戲或怎麼樣的 他就突然轉過來 是背對著所有的工作人員 有的人就在 弄那個軌道啊 有的人在架燈啊 幹嘛 在打光幹嘛 然後他就會 對著我 然後是這樣子 然後是這樣 我就看到那個表情 他那個表情是這樣 你行嗎 什麼 那就回他 你行我就行啊 對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那個表情 我想說 你怎麼 平常好像帶人都非常的和善 可是現在突然 只有你單獨對我的臉的時候 你的表情是那麼不屑 然後就一副那 哼 你行嗎 那種感覺 然後我整個那個 整個背的台詞全部都 忘記了 就會覺得說 好 有點那個受辱的那個感覺 後來就覺得還滿氣的 後來 後來講久了 久了就算了 後來有一天呢 他就一直找我聊天 那要五四三二一之前 就一直找我聊天 那你跟我聊天我就回你啊 然後回回回回 我突然就被一個女兒 拉到旁邊去 跟我說 欸 你少跟他對話 跟他聊天 在開麥拉之前跟他聊天 我說為什麼 他說反正你就不要跟他聊天 就對了 然後我就忘記 他每次找我聊天 我還是跟他聊 結果那次就五四三二 然後就要開機了 他就突然 他就突然忘詞了 他忘詞了之後 他突然就對著五個機器 就直接對著我大罵 他整個劇組的那個劇 什麼 進度都落後了 那因為已經幾次這樣被他弄 我那天就直接在現場跟他發飆 我就想說你在講什麼 他說就是你愛講話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導播都還在啊 然後現場的那個演員啊 大概二三十個人都在現場 還有攝影師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看沒有人出來替我講話 可是我那個時候已經火冒三丈 我說就是你不是我 他說就是你不是我 然後兩個那個就是你不是我 就是你不是我 大概來回十遍吧 你們在幼稚園吵架嗎 就是你 不是我 就是你 不是我 就是你 不是我 就是你 就是我 這樣也蠻好笑的 本來已經很幼稚了 你還要跟他演 不是 只是我很生氣的一直在 那你還是沒拆穿他 不是因為 我旁邊那個女演員就跟我說 你看吧 早就叫你不要跟他聊天 因為很多人都中招過 他每次只要一忘詞都說是別人不對 對 所以那次就是很生氣 然後我那個就是你不是我 就是你不是我 都沒有人來 來說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FDA沒有這樣講說 好啦停 那個五四三二都沒有耶 就大家就尷尬尷尬在那裡這樣子 看好戲吧 可是後來就是覺得說 如果說你遇到這種 你說感情上可能就沒轍 可是遇到工作上的表裡不一的人 你是可以去預防的 但是我跟你講 浩然姐這個也厲害了 人牽手牽手 人後下毒手 其實我是沒有碰過 但我老公有碰過 因為我老公其實他 大家都認識他 他平常在化妝間 他其實從來不會主動去跟人家聊太多工作什麼事 因為他是一個很小心化很少的 但他真的就被害過一次 而且你知道我們 有時候你就覺得說 我們在演藝圈這麼久 你就覺得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人 就是明明沒有的事情 可是他會去重傷你 就是之前常常跟我們上節目的一個藝人 然後他跟我們也都很好見面什麼都會聊天 然後他可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我老公 看起來就是老實還幹嘛 他就是在別的製作單位 就跟別的製作單位講我老公的不好的話 然後後來是我們又再去露營 然後那個製作單位的工作人員 就透過經紀人 就問經紀人說 那個你們家那個王中平 他好像有在講一些什麼話 然後經紀人說講什麼 他說沒有 他就說我們製作單位錢很難領 很不喜歡錄我們節目 所以這是製作單位跟你在講 製作單位跟我老公的經紀人講 說你們那個藝人怎麼會去講這種話 然後我老公經紀人就說不可能 因為以王中平這一個人 他從來不到人 連你要跟他講八卦他都不聽的 然後他就問他說 你從哪聽來的 余皓然講的 不是 他說 他說 一個男藝人 上次來錄影的時候 真的嗎 講的 侯昌明會講這種話 真的嗎 埃里克斯 是光頭PO 對 他說是一個男藝人講 然後他就講了那個人的名字 然後後來經紀人就來問我們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天哪 這個藝人感覺平常跟我們上節目都這麼的好 他怎麼會去製作單位那邊去放這種話 所以藝人跟藝人之間上通告也需要這樣嗎 對 但我始終還是覺得最會做表面的還是女孩子 我之前聽到一個故事 就幾個女生朋友 他們新認識了一個女孩子 那因為這幾個女生其實都長得蠻漂亮的 新認識的那個也很漂亮 可是這個女生有一個讓人很奇怪的一點 他很喜歡把他跟誰很熟的掛在誰邊 對 我認識誰誰誰誰 他是不是比如說最近那個誰誰誰在追我 某某小開 對 或者是說我等一下晚上跟那個誰誰誰有約要吃飯 或者是怎麼樣 噼哩啪啪他就經常這樣子 那我這些朋友也不以為意 就想說這個人就是喜歡這樣子炫耀或是虛榮怎麼樣 但是呢還是維持朋友關係 但是不會說刻意疏遠 結果有一次呢 這個女生他們在下午喝下午茶的時候 這個女生來了 他說 欸晚上跟那個某某幫或什麼什麼 就是一群名媛還是 還是什麼富二代約吃飯 他說你們要不要一起去 我帶你們一起去 那我朋友也不宜有他 想說好吧那就去 結果去了之後發現 欸 在那個聚會上面啊 吃飯的時候全部都男的 然後呢 他還 他那個朋友還叫他們說 欸我們今天來玩梅花座好不好 就是一人坐一個位置這樣子 結果他們當下吃飯吃完這頓飯也覺得很奇怪 事後他們就打聽這個人 後來他們朋友傳過來是說 那個是飯局妹啊 他帶你們去 他有拿錢 他跟你們 對他跟你們 就是維持這麼好的朋友關係 結果他們 他竟然騙你們去吃飯局 而且還沒給你們錢 就等於說他自己賺錢 怎麼都認識這種圈子的女生啊 我不認識 我不認識 我聽到的 你覺得這種女生很多 很多 像我這種人 我太老實了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 我遇到表面功夫 我真的吃虧了 像我之前第一份工作 是當國際業務員 然後我出差 那出差到那個地方 那邊有一個經理 那個經理就一個人住在那邊 然後他也有的時候很孤單 但是他說他那邊有認識一些其他的台灣人 就是他經理也是台灣人 然後他說 他某一個 某一天說 啊 晚上某某某什麼先生 他要帶我們吃飯 我說哦 好啊 我想說 我沒有多想啊 然後我們就開始坐下來 然後他們聊天聊天 他們兩個聊天 感覺好像很熟 我想說哦 是朋友 他們也沒有談任何的生意 就是聊天聊一些私人話題 然後那個男生也說 少俠啊 你來這邊啊 你應該很想多看這邊的地方 然後改天帶你去玩 我開車 我們去某個地方玩 我說真的嗎 不會很麻煩 不會啊 不會啊 我覺得你是來賓啊 就是你可以多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說OK 好 很棒 好啊 那我沒有多想 好 吃飯結束了 回家路上 那個經理 啊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還這個人請 我說 蛤 這個什麼意思 我聽不懂這個話 就是 哎呦 你跟他說 你想去跟他去玩 他帶你去玩 你答應 我真的覺得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沒辦法還這個人請 我還是聽不懂 你是什麼意思 他要我們的生意 他就是請我們吃飯 他要跟我們談生意 那你答應這個事情代表 我們下一次就要還 我們要請他吃飯 我們要帶他去 我就 你怎麼沒有跟我講這些事情啊 哇 好複雜 那結果 大概後面兩個禮拜 一直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我就說好累哦 你們 而且那個經理 我就說 我們早不想跟他們做生意 我覺得 哇 那你們還拖了什麼東西 哇 真的很累 那後來就是 我的壓力越來越大 我被罵了 我應該要拒絕他們的邀請 但是我怎麼知道 他們不是朋友 我根本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你看 男生就是愛做表面功夫 女生也會啊 對不對 經理是女生 經理是女生 對 對啊 他只是新人 可能不知道一些美角而已嘛 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做個調查 我想要請問八位型男 你們覺得哪一個國家的人 最會做表面功夫 請用白板寫出來 三位女生覺得哪裡的人 最會做表面功夫 我覺得日本 我也覺得是日本 因為日本女生都好像很有禮貌 嗨 但是明明就是 嗨 明明要硬要說不要就對了 沒有 因為他們禮數太多 他們並不是說很糟糕的那個表面功夫 你剛剛講的是劇情吧 身體就過去了 每個人都日本的 都是寫日本耶 你看夢多 日本的愛情都日本了 是不是影響人很多 等一下 你們自己想一下 我又那麼樂情很表面嗎 而且很老實 你看一下杜立寫的 你看一下杜立寫的 夢多 他有表面 夢多 你知道你好假 你知道他有多假嗎 其實他私底下也沒有這麼搞笑 對 他就是故意在這邊搞笑 然後在那邊 因為你不好笑 你知道嗎 對 整個表面好 我們聽一下實際的案例嗎 馬丁為什麼會寫日本 不然因為我以前住在日本 那在日本我就認識一個女生 因為我以前在日本我是玩中金屬的 抗頭髮的 然後聽中金屬的 在一個酒吧玩這樣子 然後認識一個女生 然後我們就是會一起出去玩 然後我就是覺得 我覺得我們真的好合喔 因為我們就是真的就是天下一對 因為我喜歡吃什麼 他就喜歡吃什麼 我不愛吃什麼 他也不愛吃什麼 他喜歡中金屬 我也喜歡中金屬 然後那些朋友 我們都就是 所有的朋友都很好 所以我就說好開心喔 一直到 每一天我們就大吵架 然後大吵架 他就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 我們每次出去吃飯 你又知道我多想吃那些海鮮啊 螃蟹啊 那些多就是美食的 跟你一起出去 永遠就吃不到 然後跟你一起去聽這些超時人的音樂 跟那些柳瀾漢的朋友都長頭髮髒髒的 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聽說 蛤 什麼東西 我不是一直這樣子 可是重點是 隔天 我們就是約了跟那些朋友 然後跟他們一起出去 他就一樣啊 哇 跟你們好開心 我好喜歡你們 就是做表面 等一下 他是為了你吧 東京 東京 你看吧 東京 我真的也很台灣同情人 常常 我真的不喜歡他們 馬丁這哪個是你啊 就是我右邊 穿白色的 對啊 我以前就長頭髮 這樣蠻髒的 對啊 怎麼蠻髒的 你看 最後一隻又沒有褲了 看起來是蠻 是蠻不乾淨的 是蠻不乾淨的 那現在差好多喔 對啊 現在感覺天天洗澡 那時候覺得一個禮拜洗一次的感覺 沒有 但是你們也不能誤會 就是像我們九州人 其實東京的所覺得真的很表面 而且 如果 跟東京人喝酒 吃飯幹嘛 就是聊得開心 哇 真的很開心啊 遇到你啊 下個禮拜啊 一定要一起吃飯啊之類的 然後各天 各天看好路上遇到 你好 What 他都這樣子 然後我很熱情 那你下個禮拜 什麼時候吃飯 不好意思 應該我下個禮拜比較忙 What 這個題目還要上次你 對啦 我們上次出去喝酒 你也是這樣子 我們下個禮拜一 要不要出去 然後呢 後來我們沒有去啊 沒有人約啊 有人約我都會出現啊 不是嗎 所以夢多 我們現場 1 2 3 8加3 11個人一致通過 連你喔 就是代表 日本的人 最愛做表面功夫 好像聽起來是 就是 承認吧 所以呢 在這個世界上做表面功夫 是沒有用的 要實際努力 才有效果 對不對